《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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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看完都还有蛮多的感触 我不想说 应该觉得这部片子好片子吧 看了有没有很多翻新 看了之后有没有很多很复杂的感受 我自己看第二次了 让我很惊讶 其实我很不喜欢看第二次 因为看第二次的时候 通常因为已经突破梗了 所以第二次那个影片出现的内容 其实通常会觉得不太有什么 好让我自己反省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部片子 真的让我还觉得反省蛮多的 即便先第二次看 都还蛮感动的我自己觉得 一方面感动 然后一方面那种复杂的心情 其实很难去说 那整体来说 就是这部影片它其实是 用一个非常隐喻的方式 但是其实各位知道 这部影片所有的那些情节 跟那些角色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都是有的 只是它把它夸张化而已 那举个例来说 你们刚刚有注意到那一个单位叫LF 对不对 动物解放组织 世界上真的有动物解放组织的这样的组织 而且他们做的事情 就真的是很类似 就去偷拍啊 然后把这些讯息公布给这个世界 各个地方的民众看到 消费者看到 然后希望能够引起一些不一样的反应 那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看现场有很多同学 我们在动物福利课程的这个课堂上 有放过一小专影片 各位同学其实有印象嘛 就是那个屠宰场的 那各位可以想像 就是屠宰场里面的人一定不会希望 一定不会喜欢 人家去拍屠宰场里面的影片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看的那段影片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偷拍来的 就是偷拍来的 而且那个偷拍的那个 那个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啦 那他偷拍了之后 然后回来之后 他跟我说他病了一个月 因为他整个晚上 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就是拿那个要很望远的那种摄影机 然后这样拍一整个晚上 听那个垂死的那个挣扎的声音 然后看到那个一步一步的画面 他又按摩能处 又没有办法实际上提供帮忙 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个影片给拍下来 其实很像刚刚的很多情节 我觉得非常有感受 那这样的一个影片 其实他 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影片 那个电影史上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记录 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对于 黑奴这个议题 对于人权这个议题很关注 可是其实很少人知道 实际上黑奴 他们怎么生活 他们发生什么事 所以就有一些导演 他就用这一种方式 有的人是用写实的方式 就是直接去拍实际的状况 但是他整个结构 其实就跟我们社会上 这些问题的结构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 这些作者 这些影片的拍摄者 他其实都希望说 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能够让 没有关注到这个议题的人 多去思考一下 多去思考这后面相关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老师边 就是边问一些问题 如果同学 如果你们有一些想法 可以 就可以回答 那老师边问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老师可以做连结的 就帮各位做一些连结 最主要的是 我们在这整个影片里头 就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要去提的事情 就是 这里头的人物设计非常的好 好 各位我们发现 我们这里头有很多种 不同的人物 对不对 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 写小说的时候 其实那个人物的设计 非常的重要 小说里头 常常会有 各式各样不同的 刻意设计出来的人 的角色 那因为有这种角色 所以我们就可以 特别去诠释一些事情 那老师想问各位 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在这部影片里头 这样好了 我先这样讲 在这部影片里头 大致可以分成三种角色 一种角色是保护动物的角色 一种角色是被保护的角色 另外一种角色是利用动物的角色 各位可不可以稍微举个例 你们在这里头看到 保护动物的角色 有哪一些设计 有哪一些角色 是作为保护动物的存在 那个女生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女生 就那个小女孩 是保护动物 而存在的角色之一 对不对 还有没有别的 ALF 对不对 非常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ALF里头也有 好像都是都保护的角色 可是ALF里头有不同的 刻画 对不对 有什么样的刻画 你们觉得 有一种 一定要坚持什么 坚持我这个组织的使命 我们必须去 就算我们想要去解救动物 必须符合我们解救动物的原则 就是不能够 牺牲任何一个个体的动物 对不对 可是相对有些人 就不是这么看 他认为 达成组织的目标最重要 对不对 我们正在凑造历史啊 所以达成组织的目标最重要 其实你看 我们实际上在做 动物保护运动 其实有类似的不同的 不同的这种角色 好 举个例来说 像 我们说个体的一个小女孩 就有点像是什么 有点像是 我们生活里头 我们 路边可能看到很多流浪狗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为了要保护 保护流浪狗 这件事情 如果只是保护一只个体的流浪狗 譬如各位同学 你们可能看到一只流浪猫 流浪狗在路上 然后 这个参峰露树很可怜 各位同学 很有可能就 很有爱心 然后就把它带回家 养了 对不对 这时候其实我们同学 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对不对 就是去照顾一个动物个体的角色 可是有的人不是啊 像老师关心的是动物保护政策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 全面性关心动物的议题 它其实不是 它关心的不是个体 那一个 可是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 那关心动物保护政策的人 其实又分两类 对不对 刚刚讲的 像LF 它一样是去解决动物 可是在这里头 它们会因为路线之症而有差异 对不对 一种就是 我们虽然保护动物 可是我们必须要尊重人 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意见 另外一种觉得说 我们就是要保护动物 其实 我们可以忽略人 忽略个体的这个 这个观念 个体的价值 然后只是为了完成 某一种任务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 东解放组织里头 也是有两种角色 那其实这个也都活生生的 会体现在我们实际上 做动物保护这个工作里面 这个我老师特别要跟各位同学 分享一下 这个可以 稍微 记得 所以你们看 就是 一样是要保护动物 老师的经验非常的 这个 写实 就是我实际上 因为老师 关心动物保护议题 所以我们常要去开会 开会的时候 譬如说在立法院 在政府机关里面开会的时候 其实 保护动物的人都会在一起 可是保护动物的人自己意见 都会相冲突 保护动物的人意见 相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 每个人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在意 有的人在意的是 动物个体 会不会受到痛苦 有的人在意的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整个系统改变 有的人在意的是说 我们在改变整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用不法的手段 有的人认为可以 有的人会不会不行 好 诶 诶 我们上礼拜不是 请了那个EMT来演讲 对不对 各位还记得吗 他说他去 他去处理那个虐待动德 他怎么处理法 他就虐待回去 对不对 这个做法其实 不是所有的动物保护的人 都能接受的 他就会形成两种不一样的意见 老师在这里 并没有要跟各位讲说 哪一种对哪一种错 老师只是要跟各位讲 其实影片里头发生的这些事情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 都一样会发生 而且这里头这个冲突都是非常大 好 接下来 对 那老师要问各位同学一个问题 我们刚看到这三种角色 就是保护动物的这三种角色 你会发现他 用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 譬如说 把这个 奥将 把奥将养大的这一个 这一个女生 你会发现他 他刻意设计出一些 什么样特殊的形象 很勇敢 很独立 对不对 还有没有 可是相较他的勇敢跟独立 所以 他是女生对不对 而且实在是一个小女孩 各位 同学想想看 如果我们今天 不是一个小女孩 去 扮演这个角色 你觉得那个冲突性 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大了 如果今天是一个 像我们下礼拜 请拿EMT好了 如果他扮演那个角色 其实那个冲突感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 可是我们的 的确动保的 这个处境里头 真的很多 实际上帮助 动物个体的人 都是 都是 女性 而且是比较 弱小的 为什么 因为女性 然后这个 比较弱小的 他从很多 很多人这样说 因为 从小这些人相较之下 在社会上本来就是弱势 所以很能够体会到 个体在弱势被剥削的时候的心情 所以就很容易产生同理心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 有没有发现 他怎么去设计那个 那个 动物解放组织里面的人 你们觉得他们是好人 还是坏人 你们觉得他们是好人 还是坏人 一开始 影片 刚放出来的时候 绝对是坏人 对不对 对吧 然后一直到后来 你们才发现说 哇 这个刚毅的外表之下 全身穿的黑黑的 外表之下 然后用这种 很极端暴力的手段 其实也没有极端暴力 就是 适当的暴力的状况 之下 他背后的那个 面貌 尤其那个leader 是一个非常斯文的男生 对不对 长得帅帅的非常斯文的男生 好 那他们为什么要从事这样的事情 然后实际上 我们从事动保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让各位同学 在后面继续往下面去想一想 这个都已经提供过很多素材 回去心得就可以写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还继续谈 一个问题 就是 那被保护的是谁 王爵 对不对 我们怎么设计他 我们怎么设计这个角色 我们怎么设计这个角色 有没有发现他 可以把它设计成母的 如果今天他是公的 各位觉得这个戏剧 会不会还有这么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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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夸 夸张性 张力 就没有那么大的张力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设计成女性呢 要把它设计成母的呢 各位同学也可以思考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头 到底是 这个社会的结构里头 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容易处在不利的处境 为什么女性会对动物特别有感觉 因为动物在社会里头是弱者 对不对 可是跟我们有想过一个问题 女生相较男生在社会里头是弱者 对吧 少数民族相较之下也是弱者 对不对 相较就会把 这个 这个 比如说不同的国籍相较于美国国籍 相较于美国国籍 其实也是弱者 所以其实弱者 就特别容易去体会到弱者的这种 心情啊 同理心啊 感受 这个是我老师也要特别提的另外一点 不过老师其实更想要关心 更想要那个分享 更想看到的东西是 利用动物的人 老师上次在 我第一次在看影片的时候 就那个利用动物的人 老师其实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我把他们当作同一类的人 可是今天我彻彻底底的 很细致的去看 看完了利用动物的这些人 其实又分好几类 对不对 各位能够回想到 就属于利用动物的这一批人 这一挂里面 他有什么角色 没有角色 爱钱 爱钱 谁爱钱 刚谁 谁说爱钱 谁爱钱 这里头不是每个都爱钱 而且 不是每一个都 都拿得到钱 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谁爱钱 就那个老板嘛 对不对 那老板他为了爱钱 他竟然最后能够把一个 本来是对他不利的东西 他设法要把它包装成 对他有利的东西 对不对 这有没有很像我们 整个社会有那个大企业的老板 很多是这样子啊 今天只是把具体偶尔的显示出来而已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角色 除了爱钱的人以外 这个爱钱的人某种程度歇尸底里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眼中只有钱 为了钱他什么都可以 不计代价可以去换 对不对 怎么样随时随地想到的 利用媒体啊 怎么去操控人啊 怎么去利用动物啊 他最后眼睛里头只有钱而已 可是在这里头 如果只有这种人 成不了事 如果只有这种人 其实整个动物 不会有这么大的虐待系统 对不对 那这里还有什么人 那个博士 那个博士 看起来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他是悲剧人物吗 可不可以 他是一个 这个组织拿来当做符号的 一个象征 他整个角号的方向就是非常 我觉得就是非常歇尸底里 他爱钱吗 老师问这个问题 他爱钱吗 他不爱钱 那他爱什么 他爱民生 对不对 他爱民生对不对 而且我不想能够注意到一句话 他在跟那个 最后在那个 繁殖场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他说 我 我是爱护动物人士 最后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你看 作为一个 能够到处去宣扬动物 动物的这个 怎么讲 优美 动物的这个 注重东服役这样的一个博士 你觉得他 他会是一个利用动物的人吗 一开始肯定不是嘛 可是 他很有可能 刚开始是爱动物 可是 慢慢慢慢的 他发现说 他更爱的是这个民生 为什么 因为 当他爱护动物的时候呢 就给他带来大量的民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动物保护的人 像老师也要常常警惕啊 诶 你会不会 因为你拿着 保护动物这件事情 当作是你的 上课教材 当作你研究的对象 当作你平常 谈话的基础 可是最后最后呢 你爱的是 你自己 能不能再多保护这个圈子里面 有遗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 就是一样 跟这个博士一模一样的悲剧 就产生一模一样的人了 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好 同学有观察到 这个博士的这个角色 继续问 还有没有看到别的角色 很多角色喔 有没有发现在屠宅场里面的那些人 看起来很冷漠无情 对不对 就戴一个口罩 然后就在那边切割啊 在那边用那个人道自温枪 对不对 看起来很无情 对不对 可是在什么时候 他放下他那一个自温枪 当小女孩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 对不对 这意思是什么 这些人真的没有良知吗 或者这些人真的 真的 这么爱杀动物吗 其实不是对不对 他为什么看到女孩子 这个小女生给他的那照片之后 他就会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一只 动物 玉子跟他的主人之间是有情感连结的 他心里头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 我跟一只动物有情感连结 我一个一个人有情感连结的时候 我们就 牺牲 就没有办法牺牲下去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在地球上是有价值的 对于某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可是 他对玉子是这样 那对其他的动物是这样吗 就不是啦 其他动物他就能够冷冰冰的把它下手 对不对 所以老师就要 老师就是想要让各位同学过头来想 这些屠宰的 这些负责屠宰之类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体 这个议题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有同学 曾经跟老师有一些对话 但是老师今天再把这个问题丢回去给各位同学 就这个屠宰厂这个屠宰人员 他到底他扮演什么角色 他心里头想的是什么事情 他真的那么无情吗 如果他不是那么无情 他每天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要面对多少的压力 会不会慢慢变得麻木 这个人老师想要 请各位回过头来 去再去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点 有没有发现屠宰厂里面的这些屠夫 他们讲的都不是英文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像后来那个屠夫好像有 讲墨西哥话吧 我是听不懂那个话 但是至少不是英文 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设计 各位有没有注意过 我们不是很多台湾留学生到澳洲去留学吗 他们不是说澳洲去 我们学生去澳洲留学的时候 都会到哪里去工作 到屠宰厂去工作对不对 好啊 那为什么澳洲人自己不去做屠宰 那美国的屠宰厂 为什么都是外籍人士 再来台湾屠宰厂了 有没有注意过台湾的捕鱼的 这些鱼工是什么人 是台湾人吗 所以在这个 在这整个剥削的系统底下 其实不只动作要剥削啊 其实国外的人 只要是他是弱势的 我们是比较强势的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都市里 我们赚到的钱 有些人他 希望能够赚到钱回到他自己的家庭 回到自己的家乡 能够让他的家人享受 比较好的未来 所以他就到我们的国家来做 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也在影片里头看得到啊 可是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去注意到这个事情 好 还有没有别的角色 除了刚刚讲的 老板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屠夫 除了刚刚讲的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博士 以外 他有没有看到别的角色 有没有看到别的角色 嗯 那个阿公 那个阿公不是利用动物的人吧 他应该算是保护动物的人一种 对不对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保护动物的人一种 好 是吗 他也是保护孕子 OK 很好 这个非常好的讨论 好 那你觉得这个阿公的设计 他的这个角色的特殊的点在哪里 然后你觉得他的心情是什么的 他虽然说把这个 把玉子送走对不对 可是最后玉子回来他高不高兴 他有因为这样就不愿意跟他生活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阿公他到底代表一种什么角色 老师问你一个故事 如果各位同学有养过狗养过猫 然后养猫养狗之后 你的狗狗跟猫猫过世走掉了 老人家就会在旁边说 不要太难过 这件事情是什么 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对不对 其实老师比较觉得阿公是这个角色 所以他把这些事看得理所当然 老师他还想要去改变社会 他还想要去解救这个动物 对不对 玉子其实没有 他只是想要过着自己 把生活过好 他跟玉子过好 一个人 一只猪 两只猪的生活 他是想把小日子过好 老师不是想要去改变环境 那这个爷爷的角色比较像是什么 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个社会的运作怎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像爸爸妈妈 常常跟我们讲的话 有没有 这些 我们有看到香港那是很难过 那你不要看在香港 就这么难过 虽然我很少把这个 难过的情绪表现出来 给我的学生们看到 但是 家里人会知道 那我妈妈就跟我讲 他就说不要难过了 这个事情有因有果 就是 他会发生下这个事情 是因为以前一定是有一些什么原因 发生完这件事 也不一定就得到不好的结果 因为未来有可能有别的 别的这个新的力量会出来 像爸爸妈妈会讲的话 对不对 你们爸爸妈妈会不会讲这种话 也会对不对 好 那除了那个玉子的爷爷吧 以外 我们利用动物人 还有谁啊 或者是这个系统 因为你们还看到谁 然后你觉得这个角色 也很有趣 他的设计很有趣 有没有看到那个 玉子他要去 有在自拍 有在自拍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也很像我们社会 所发生的事 就是火灾了 只有人家在那边救火 急如新火在那边救火 有人跑去那边拍 有碰到这种嘛 就是把人家的这个生死 把人家的这个辛苦 把人家的痛苦当作是热闹在看 有这种人啊 很符合社会上的时期 对不对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别的角色 一般民众的什么角色 你看到比较有印象的 游行然后他们在发猪肉干吃 游行然后发猪肉干吃 就是他边走的时候吃那个猪肉干 对不对 然后吃啊 这个其实很像一般的小老百姓 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他也没想到吃猪肉的事情 他也没想到 尖要去参与的是什么 玉子的活动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他其实就是很单纯的 自己把自己的 每一天的小吃喝玩乐搞定而已 这个就是很一般民众的东西 还有没有看到别的 当玉子被截走的时候 谁去救他 不是救他啦 谁去追 啊 叔叔 梦多 谁去追 不是后来有一间警察跑去追吗 那警察很厉害吗 一下就追到了嘛 在那边发射那个 发射那个 那个应该叫做 就是麻醉药吧 然后那个 那个 LF用伞把它挡起来 对不对 然后那个警察看起来 是很把他扛 对不对 好那老师要问你们喔 那个警察喔 他去追那个玉子 是因为 他们觉得 这个玉子是坏蛋吗 所以他要去追他吗 不是对不对 那他们去追玉子 呃 会去追 应该会去追玉子 不会把玉子当坏蛋 但是他把玉子当作 应该被解救的对象吗 不是 好那老师要问你们喔 那警察到底是听命于谁 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 警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回过头老师就要问各位同学就是 公务员在做什么事 公务员在做什么事 公务员就是 但是公务员的拿钱做事跟前面的那个 那个企业面的拿钱做事不一样喔 对不对 企业企业的 刚刚我们前面还有另外一种人是 一开始就是 呃 要去 呃 怎么讲 就是去 呃 去 去探望玉子的那一个是公司里面的职员 这个也是一个角色 他是拿职员 他是拿公司的钱 对吧 他拿公司的钱 然后去做 去做公司要他做的事情 可是警察不一样 或者公务员不一样 公务员他其实 不一定是为了钱 但是因为上面下命令了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给完成 所以整个剧 我老师觉得整个剧非常非常有趣 因为他把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里头的各种角色 具体而为的把它显现出来 然后就会发生整件事情这样的 我们可以说是闹剧吗 那其实想起来还是蛮悲哀的 好 还有另外一点 老师看有没有哪一些我本来想要讲没有讲到的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讲 这个 我们在面对某一种公共政策的时候 如果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都会写那个心得 各位记得吗 我们有提到说 有一种公共政策 它的类型是 它的困境是整个政治经济结构 其实对动物并不利 记得吗 比如老师有举例 比如说我们的实验动物的这个产业 跟经济动物的这个产业 其实它对于动物本身就是非常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头 好多好多人依靠这个产业在生活的 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一种结构 其实没那么容易 对吧 我们要从内部突破 然后要跟他们说道理 其实没有用的 就像ALF最后那一幕 他们被逮走了 然后呢 这个他们说 就跟那个老板说 就是希望他有良心 能够解决这个 能够把这些动物放走 这种呼吁是没有用的 最后是什么方法最有用 钱嘛 最后是那个小女孩 她拿着原来那个猪 跟这些生意人讲话 然后生意人才怎样 才把他猪放走 对不对 所以生意人看的是钱 所以其实 这也是很讽刺 就是到底我们在做东保护运动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跟 那些不想保护动的人来对话 用教育吗 用教育只有在我们课堂上有用 因为各位同学跟这个系统 这整个政治经济系统面 利用动物的这个 这些人 各位其实距离很远 教育各位是有用的 甚至于各位可能 回到家之后 可能慢慢的 在饮食习惯 就稍微做一些改变 调整 肉食可能就慢慢变少 这个是对各位同学有用 问题是对那些 已经在这个产业里头的人 没有用啊 我们如果要让产业里头的人 改变他的行为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钱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才会谈到说 如果我们想要解放这个淡机的话 我们要用的方式 是要去替这个淡机的厂商 替他们贷款 让他们能够有钱 能够做好这个淡机的工作 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是要去说服佳乐福 让佳乐福怎样 能够 能够 愿意去 卖人道鸡蛋的这种蛋 简单的说 就我们要把那个系统改变 我们还是要从 经济的系统去做 而没有办法 透过教育的 或者说 透过政府一下的管制 能够把这些事情做成 我觉得 最后那一幕 那个 那个猪 滚过去的那一个画面 我觉得 很 很讽刺 但是也很误实 非常讽刺 但是也非常误实 好 呃 我们还大概 原则上估计是到 五点钟啦 那不过 老师想说 就不要再跟各位同学 再多多啰嗦嗦 分享一些 我们上课可能没有 上课提过的东西啦 因为这部电影 其实跟五大自由 我们上课讲的五大自由 有动物福利 这些都有关系 还有几种不一样的 动物福利的概念 稍微复习一下好了 有哪几种不同的动物福利概念 动物虐待 动物利用 还记得吗 同学都有写耶 动物保育 对不对 动物福利 动物权利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用这五种观念 来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几种角色 有没有人是动物虐待的角色 今天这里头有没有人是动物虐待的角色 有没有 有啊 谁 哈 那个博士本身就是 对不对 他不顾动物福利 那有没有人是利用动物来做赚钱 动物利用的 有啊 就那个老板 他们整个公司都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讲动物保育 这有个人 有个人的观念是比较像动物保育的吗 保育喔 有吗 其实那个爷爷其实比较像是动物保育 他思考的是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 大概我们如果环境不改变的话 整个系统圣坛会改变 那其实比较有那个动物保育的概念 虽然说大家里头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也很重是个体的福利嘛 没有啊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成比较动物保育 那这里头没有人比较关心动物福利的 其实包括在土宅的时候 他用的都是动物福利的方式喔 虽然我知道很多同学 在回应这个写心得的时候 都说他们认为人道土宅还是很不人道 我们这样剥夺他的生命 感觉不太对 很多同学这样回应 但是至少我们这样做已经某种程度 符合比较人道的方式 所以动物福利在这里头其实也被考虑到 那有没有动物犬的概念在里面 有啊 ALF基本上都是动物犬的概念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里头 对动物的这个冲突 社会运动的冲突 常常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讲的 这几种不同的 动物的 伦理的观念的不同 所以会产生一些冲突 那因为这些冲突 我们加上 我们一个人可以利用的资源 手上可以利用的资源不一样 有的人是拥有公司 有的人拥有政府 公务员工权力 有的人拥有的是跟动物的亲近本身 有的人是拥有的是社会抗争的那个力道 所以我们发现 当他把那一部影片 放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民众未知怀然 对不对 开始攻击谁 开始攻击公司里面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残忍 对不对 有注意到吗 大家都乱丢东西啊 然后把这个公司里面的人 弄下来啊 这个就是整个动物运 都保护运动 都保护政策 其实会涉及的 就是人物 每个人物的观点不一样 每个人物他能够用的工具 他拥有的权利 他的这个在行的地方也不一样 所以就构成了整部片子的这个逻辑 那各位同学呢 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 就是看完这部很复杂的影片之后 到底各位同学自己的 动物保护的逻辑在哪里 你们比较认同哪一种 你们认同ALF吗 你们认同ALF里面的哪一种人呢 或者甚至于有的同学 搞不好去认同公司里面的人 我们不确定 搞不好他真的有这样的同学 那也可以分享一下 那为什么你认同公司里面的某些人呢 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我们觉得 当我大四毕业之后 我到公司里面去 我就像是那公司里面的人 我也很想做很多事情啊 可是每天要为吴冬米折腰 我只能怎样 我只能够遵照公司给我的命令啊 所以我很同情里面的这些 公司里面这些 同学可以这样 可以有这样的心情 我老师也都可以理解 好 那就请各位同学回去 就今天这部影片 然后老师就已经在那个脸书上面 就已经留下 请同学留言的那个 那个栏位 同学回去可以 趁现在 等一下回去 心情还没平复 或者心情其实还很激动 还有很多东西想说的时候 好 赶快把它写下来 好 然后留在那个 扭案的上面 那其他同学可以 看到 另外的一些同学 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些看法跟反省 好 那大概剩十分钟 我就把 需要 还需要那个吗 好 那 那老师就把麦克风交给光海这边 好 那谢谢各位同学 好 那让我们就是掌声 谢谢我们的文教掌 这部片算是我们的台湖片 它其实讲的 会比较 不会那么深入 因为这部片就是 毕竟还是原先片 它还是已经 就是赚钱为目的 所以可能 里面不会有太多 就是 讲到太深入的部分 但我相信这算是一个 对于动物保护这部分 非常好入门的一个片子 好 像说一边讲 我一边讲说 这个课堂已经讲了那么多东西了 那这样子你们这部片看了 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啊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是光海这边都会有一个 传统我们会 颁发感谢 送给我们的讲师 所以 吴老师还是要请你到中间来一下 是要跟同学们拍照吗 需要跟同学们拍照吗 有 有 他这样做的 然后 他说是要跟同学们拍照吗 他全都没有拍照 他全都没有拍照 可是我是怕成续紧的 他全都没有拍照 是那个 特感的 他有空 那种 真的吗 这是他总的 有什么感觉 我都一直不怕 是 他就有 他就有点去看 他就有点酸 好 谢谢 谢谢